台東火車站資訊系統8號深夜突然故障了 包括了車次時間及搭車月台等資訊 完全沒有辦法顯示在看板上 9號一整天旅客在月台像是東奔西跑 只希望有人告訴他們要在哪個月台搭車 不是因為趕不上火車 是因為根本不知道該搭的火車在哪個月台停靠 那個燈都壞掉有沒有造成你困擾 還好啦 還好啊你有問那個站牌人員他有跟你講嗎 路口的檢票也有 都有跟你講嗎 對有跟我講 一個人一個背包還好 要是拖著行李卻找不到月台 心裡的OS會很多很多 這是11月9號台東火車站月台的場景 資訊看板壞了還不只壞一個地方 從票口到電伏梯 從電伏梯到月台 每個看板都不亮 本站列車資訊系統 以昨天晚上就發生電腦主機故障的情況 那我們也立即通知廠商排程中 那我們為了因應這個列車資訊系統故障 我們有製作那個手作的一個看板 然後提醒旅客他搭乘的月台在哪個月台 其實站長比旅客更急 因為從一早開始 幾乎每個旅客都在問 我要去哪個月台搭車 本次這個列車資訊系統 造成旅客的不便 本人在此深深感到抱歉 也會盡請廠商快點來協助處理 盡快匯復這個列車資訊系統的一個正常使用 指本的告示牌寫了一張又一張 但是旅客趕車看到的沒幾個 混亂的場面一再上演 目前站方已經對廠商下達最後通牒 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時間趕快修復 記者賴永成台東市報導